农历年过完了 那么现在有一批这个转职潮 大家想在职场上换换跑道 那么今天台北市劳动局 特别结合了网品集团 举行了征裁活动 总共释出的职缺有131个 那么短短4个小时 吸引了700多人 亲切的笑容 面试官比面试者还客气 甚至起身打招呼 你有曾经到我们公司 去用过餐的经验吗 有听见到那几个卸 竟然想加入餐饮集团 面试第一题 有没有去吃过 业者认为这样面试者 比较了解公司 353号 这边请 谢谢 适逢年后转职潮 知名餐饮和劳动局合作 释出职缺131个 齐薪27000到33000 奖金 礼金 员工旅游 统统有 难怪4小时就吸引705人报名 让21位面试官 平均每5分钟就要面试一人 但不管穿西装 还是帽T休闲服 必胜关键在这里 就是她的笑容 在访谈的过程当中 她有长达将近3到5分钟的时间 那如果3到5分钟的时间 我们会看她问的问题 有没有皱眉 或者她笑容有没有收起来 那如果说有经验的话 从手就看得出来 有时候会有一些刀伤 左手会有刀伤 那右手会有烫伤 原来小细节才是重点 像这位原本念资讯管理的罗小姐 看中餐饮业福利好决定转行 福利比较好 然后年终奖金 就听大家讲的都还不错 不止她 就连国外留学生 或是新级饭店管理阶层 都想进入餐饮集团 业者更不介意 是否餐饮系毕业 这年头要有热忱才重要 专门喜欢吴丽瑞路易台北浙网报道